弄了这么隆重 是有什么贵宾要来吗 今天听说有外国客人 来签约 管经理吩咐 最高规格接待 外国贵宾来签约 就是上次那些人 今天举行签约一事 为什么不通知我 这个项目不是说 咱俩一起负责的吗 咱俩一起负责的 不要高估你自己好不好 你就是一翻译 今天对方带翻译来了 麻烦您休息一下吧 你现在觉得 不需要我了是吗 你还真说对了 我就是不需要你了 你能怎么样 这些文件 在会议之前给整理好 我现在跟我爸 小雨接待客户 你不要说 真是 怎么说 你让我坐着 我这不需要你 我把我的孩子们 我给你俩源 你干嘛 我只要是 你就交给我吧 我说你真的行不行啊 你就放心吧 今天这个事 我给你办妥妥了 不过我之前 一直想买那个车 你 我说你小子这个时候 给我谈条件是吧 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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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佳是我的中国朋友 今天我特别邀请她 来参加这个历史的时刻 我希望梁佳佳不介意 爸 他说 他们之前早就认识了 而且还问你 借不借意 这是我们的荣幸 我不介意 何总 你好 管总今天红光满面 果然是人风喜事精神爽啊 还望何总告代归手 别再给我牵头马 那就要祈祷今天贵公子 不要太丢人哦 来 里边请 你小子今天多点心眼 除了披露我哪里是不 放心吧 刘助理 会已经开始了 老板吩咐过了 谁都不可以进去 我是项目的负责人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你跟我说这些没用 等会儿董事长出来 你自己跟他说吧 我怎么知道 你为什么能够找回事 我没想到比方说 我一定会不担心 你还没想到 你手做到不坏了 你还没想到 你真心想到我 TC 可虽然能提出 你还要闭上 这些机会 你把我把你 WAT人 对我来说很重要 拜托你了 好吧 我看看有没有办法 谢谢你啊 Ruice 我听说酒店的邵东家 管小伟对奢侈品很有研究 作为未来的战略合作伙伴 我建议你还是听听小伟 对你们品牌的理解 可能对日后的合作 会更有利息 这是一个好的提案 我非常有趣 各位 大家好 在我看来呢 我对奢侈品的定义就是 高端大器 上档次 永远是为有钱人服务的 没钱是享受不到的 圣罗朗作为一个 国际知名的奢侈品牌呢 他应该将奢侈 一 停 好 圣罗朗品牌 自从建立于七十年代以来 他一直服务于 社会精英人群 他和其他的品牌的区别在于 他提倡低调的奢侈 他准确地分出了高和高贵 所以把奢侈和价钱划等号 是对消费者的不公平 我们公司早就对 圣罗朗这个品牌 做了详细的策划 大家一起看办 听众 今天 北起行囊离开了家乡 以为别处才有幸福的文庄 奴隶向前越走越倔强 尝尽苦辣酸甜却坚守理想 幸福啊 其实它一直在欣赏 只要有你就有美好的芬芳 我们这次合作非常非常愉快 这个意思 对对对 这是什么情况 刘星辰怎么突然 出现了 看来他背叛了您之后 扶贪了管老虎 也许我不该把他赶走 现在竟然被管老虎捡了个便宜 合作愉快 再见 再见 好 这样 好 再见 一定要给您回去 您您一期转 总 倒ここ 您并非可以 赶紧 还是请您 你看那我们再赶紧一个点 其他的 太得意 来日方长 我来给你开社会 好 常来常来啊 星辰啊 刚才你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 我宣布啊 好 李星辰从市场部副经理 陪上伟经理 谢谢董事长 爸 他刚进公司没多久 这不合规矩啊 规矩 你小子还有脸跟我说规矩啊 一会儿我这找你算账 刘助理 这是董事长给你的红包 谢谢 谢谢大家 不 现在应该改口叫刘经理了 祝贺 祝贺 今天你的表现太震撼了 完全把那位公子哥比下去了 别发现了 刘经理今天太帅了 有时间要来看我们哦 一定会的 那我先走了 再见 大家去工作吧 来 这边 中字按诺 平安 WE缝太帅了 依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